北朝過的太陽花學運 發言人的熱情路主 昨晚在面前 指控說 過年九月 受到盡情的波蘭族 臺灣辦事處的副處 立法申請 也對他提告 不過立法透過這個推特 回應說 相關的指控是沒有生歷的 是受害者為了要討論 來應去正義 北朝年太陽花學運 發言聯繫內的路主 在FB法文指控 過年九月 讓那些人 當年波蘭族臺灣辦事處 副處處立法申請 外交官的感受 要帶孩子去引導 叫他不要跟他提供 如果沒有會避免孩子一生 但是若然路主 在立法申請的時候 他就在意被報復 他能夠把他這樣子受傷的經歷 去講出來 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氣 立法在立推特發言說 他自己並沒有外交好賓款 安革經過北京和台北京 作出決定 只控不成立 電動時 只控受害路主 要求250萬的貨蓋金 沒有拜託是為了真正的提供 例外創刑令委 檢調單位應該以專欄調查處理 另外 立法文官 還在團罪省手料事件 如說路秋萬 說他接受 比海林的配 有些位路主說 讓家出家 共警 牽手 受難 將會協助比海林 驚失法的停輸 我們跟地檢署了解的時候 我們在後續追蹤 我是覺得很多人就很擔心 像那女生因為她才19歲 她其實還蠻擔心說 這件事情會讓她被告 那我就跟她講 我說你要勇敢啊 因為有些事情其實 八分的我們就是好好處理 不然都會成為生命當中 很大的一塊 這群社會團罪這麼多 省手料到省省的正義 行政義要算跟性病散發 在立法院後期的優先法案 不過國民黨團認為應該還提前 從你的調壓協調 將會提議這個臨時會處理 民進黨團這邊是主張 八月以後等行政院的版本 進來以後我們再共同來修法 但是我們立法院難道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嗎 面對民眾的回應 我們立法院本來面對民眾的需求 我們立法院本來就應該優先處理 總擔心什麼說 下個會期就會沒有公事 我覺得有公事的事情就會公事 國民黨修法的方向包括 公開投票 完成求這幾座 比方性數線索比加案 提供性數法則增加協助力 因此民進黨團是任期 將會透過這個環境的討論 立國際意見做最專門的修法 記者綜合不讀